书馆找到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并让他们和自己的论文一并成书发表 他们一个第一和第二次的中国共产党 但他回到美国 为学生了高校的论文 一个课题他写的是 他写了六个对纪属年代 compan 那些开始密集出的中国共产党 为穆婷教授指出的六份英文版文件中的两份 正是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与前面提到的俄文本内容完全一样 岁月沧桑 环境显恶 中共一大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 今天已不知遗落何放 因此俄英两个一本也就成了一大 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有十五条 第一条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党的纲领有四点 阐述了革命军队 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联合第三国际等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分为工人组织 宣传工人学校 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和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六个部分 党纲还包含属于党纲性质的一些条文 关于党员条件 党纲规定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 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 经党员一人介绍 党中央国务院所采取的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已从财政收入方面体现出来 从六月份开始 财政收入已扭转下滑趋势 六七八九月份 财政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百分之十四点八 百分之五点八 百分之十一点二和百分之二十三 增幅提高 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联会 今天一日上海的参访活动后 于是一日上海的参访活动 国家有关部门的引导下 加快了外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日前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南非国际贸易博览会上 中国两百多家企业组成了最大的参展团 并签订了七千多万美元的出口合同 一亿两千万美元的出口意向协议 中国产品在非洲市场的份额又有提高 与此同时 一向被中国企业忽视的南亚次大陆地区 以其纺织品出口在欧洲一些地区没有配额限制 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正吸引着中国企业的目光 今天有六十多家企业参加了中国孟加拉贸易与投资研讨会 不通行的状态 我们的公司在五十年代都要配备富行的强炮 那么到七十年代以后就是白天可以通行了 但是两岸之间从来没有通行 厦门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 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各位观众 这里是厦门市环岛路的黄硕路段 海的对面就是台湾的大小金门岛 现在这个昔日的海防最前线 变成了广大市民休闲娱乐观景的好场所 厦门与台湾仅一海之隔 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成立了经济特区 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当中 它为海峡两岸在各方面的交流发展与合作 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的石绍斌告诉记者 在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海峡两岸开展经贸等多项合作 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呢 一个很重要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两万零八百三十三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三 增长较快的产品类型 主要包括抗洪救灾所需的食品 衣服药品和住房所需的装饰材料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 利用外资仍保持较好的水平 一至九月份进出国总额达到两千三百二十九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点四 进出口顺差三百五十三亿美元 其中对欧盟加拿大以及美国出口增长较快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百分之十点四和百分之十六点五 统计报告显示 第三季度生产投资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势头 随着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预计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增长将会明显加快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 在离广州不远的海丰县 有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人 早已开始了改变农民命运的尝试 这个人就是被人称为农民大王的澎湃 1896年澎湃就出生在这里 他自幼聪颖活泼深得祖父的喜爱 1917年春澎湃不顾祖父的反对 远赴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刚到日本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而1921年回国的时候 他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1922年以回国任海丰县教育局长的彭派 组织学生集会游行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行动遭到封建军阀势力的嫉恨 彭派被免去了局长职务 从此彭派开始把眼光投向广大的农村 在这棵大榕树下 农民们第一次听到 阶级 剥削 革命 农会等新鲜的滋养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 这些宣传开始在农民中产生影响 1922年7月29日 六人农会就在这里成立 三个月后 赤山约农会成立 会员有565户 人口3390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会组织 到了第二年元旦 海丰县农会也宣告成立 彭派当选为会长 这是农会的会员 已达两万户 十多万人 那个时候是 差不多是 我三年 二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海峰的总农会 这样才去了 没有起酒 那公平去啊 公平第二次 海峰第一次公平第二次 起农会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有个样子 陷阻就起来 他就导致 导致也能够海峰 落营很多人 要落农会的 1923年3月 彭派带领六千多名农会会员 前往县法庭请愿示威 迫使法庭当场释放了六名无力交租的农民 这场斗争的胜利 推动了农会组织向周围各县迅速扩展 1924年4月 彭派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7月3日 在彭派的提议下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 彭派对农民的发现 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个最为实际的方向 后来的历史证明 这一星星之火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彭派对农民的发现